因为毕竟美国的任何货币政策 都会影响到我们央行的决策 那有哪一些是我们可能要特别小心的吗 其实美国经济情况对台湾的影响是很大 但是这个影响主要就是在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利差 利差如果扩大了可能会资金外流 一个就是美国经济如果好转的话 台湾出口可能好转 就是两个面向 这两面向对台湾来说第二面向比较重要 因为第二面向目前台湾出口非常的严重 不断恶化 而且预期还是更恶化 所以如果美国稍微改善的话 稍微可以护及台湾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我们也下修了 我们上一次是2.21 那这一次我们是下修到1.72 然后这个幅度也稍微大一点 那我们的产出缺口 你看各位在左边这个图 它转成了负数 也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的经济成长率 低于我们的潜在成长率 老师所以来看这个台湾 像老师说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 就是台湾的对外出口跟经济成长率的 那因为我看央行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当中 他们其实调降了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之前一直认为说会保二 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已经调降到就是央行的预测 降很多也到1.72 所以其实还蛮惨的 就是从负的 然后第二季他认为会转正 可是只有1.04 然后可能下半年会比较好 但是下半年会不会好 那没人知道 目前看起来就是情况 比原来判断还更糟糕 糟糕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口 越来越差 而且没有好转 那在这个就是我们经济成长率 各个组成的部分 老师这边有哪一些预测值 是我们要特别的关注的吗 就是哪一个部分 因为我看 看起来上半年经济成长率不好 那其实内需民间消费都还OK 就是民间投资跟存货的变动 存货的变动其实往下降的幅度 大家会认为不如预期那么的多 就是它还是有点少 那国外的需求也少很多 存货变动大概主要就是 我们所谓的库存调整 好像库存调整没有想象那么快 可能还在往后拖 所以他现在这个等于是 认为库存的调整 到下半年会好很多 可是事实上如何 没有人知道 在这里民间投资这个部分 他说民间投资下半年会好一点 因为上半年筛退很多 对 可是这也是一个判断而已 因为如果出口持续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制造业 也会影响到投资 那那个其他的部分 叔叔从上半年衰退 5.76 到下半年成长4.49 这太乐观了 我认为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下半年这个估计 我认为还是孤独乐观 所以竞争论率可能还要下修 所以我们可能到时候 1.72还会再往下修 应该把不住 所以老师这会不会是像有人说一句话说 就是政府没有悲观的权利 所以他们始终讲出来都会是比较乐观的预测 当然 因为政府始终要激励民心士气 如果像我说情况越来越糟 当然民间就会更悲观 所以政府的预测通常都比民间乐观 所以现在民间对于经济预测数字 有比它更低的 这个图表其实就是我们的外销订单 然后还有我们的商品 尤其我们的出口 其实以机体电路为多 所以这些年增率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非常明显地往下降 所以最主要也就是造成我们出口很糟的原因 对 这个部分 现在可能会有些转机 就是自从AI热潮出现之后 对于台积电的这个产品的需求快速升高 而这个让很多企业受惠 所以这个部分 做不定在下半年 会对于机体电路这个部分 出口会有一些改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黄色的这个线 就是机体电路 因为它其实下降幅度 已经在改善 所以说不定我们的出口 可能到时候就是要靠这一块 看它成长动力如果增强 那看起来我们未来就会比较看好一点 但是它到底只是一种产品 少数几个企业 所以要撑起这个整个这个成长率不太容易 来台的旅客其实人数是增加 尤其是最近其实蛮多在西门町 然后市区 遇到很多就是韩国人香港人旅客很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刺激的是我们的内需 然后服务 那当然不过跟别的国家相比 我们差太远了 你看日本 日本今年的成长率就靠观光客 观光客多少 你看韩国也是 东南亚也是 台湾相比而言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你看到了四月份才55万 日本那已经到了一千万了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再加强 尤其是金融 有一个可以加速的力量路客 如果开放路客进来的话 就马上就暴宗 但是目前大概不会 杨先生老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其实大陆他们现在对于出国的人数部分 还是有做一些微调跟控制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把他们的国人 留在国内消费 不过目前看起来就是 大陆观光客即使出去了 它的消费减少很多 因为他们大概目前可以支出的手得不高 所以即使他没有限制人数 他的这个花费的薪额比过去减少很多 好那再来这个是 就是制造业的存货循环 还有半导体设备的出口 然后营建工程的投资 看起来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出口 是有反弹往上 对 那其他的部分 进口 对这是进口 进口就表示 它看好未来生产 所以才会增加设备进口 所以这个都是他的设备 所以在其他两项的部分 其实就表现不太好 由于营建工程的投资 还是继续的往下 对这个当然就是跟那个利率升高有关了 还有政府不断打房 那至于这个循环图呢 它主要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库存 库存的调整跟制造业的销售量 那最糟糕的就是 这两个都一起下降 我们没有到最坏的情况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在前年一诊还不错 前年第四季以后开始恶化 到去年年初以后就 一直急转直下 就走到这个低迷的这边 就是表示存货的减少不容易起 朱老师应该是我们从 这个是算三年前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到这边反转是吗 反转就是 开始从最不好 然后往上走的时候 这样 然后前年的第二季就开始 转正然后越来越好 然后到去年第一季最好 可是开始去年第一季之后 第二季就反转往下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低迷的部分 这状况就不太好 它其实也不是越来越好 它其实呢 是最好的方向是在东北方 所以它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就已经不好了 等于是它其实 如果从销量来讲增加是好的 可是库存同样增加 最主要这应该是因为 我销量多 所以我的存货 我也必须要被夺 因为那个时候是供应链 比较紧绷的时候吗 应该说那时候库存已经开始 增加的速度加快 所以老师我们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在这边是低迷 还没有走到衰退 就还好吗 到低迷就是已经很不好 因为表示像在那个Q2 就是去年第二季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 也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它的销量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对 但是呢 它的存货呢 还没有下降多少 就表示库存没有减少 没有调整 所以只要未来的销量增加 因为存货会开始不断的在减少 只是减少速度快或慢这样而已 对 可以这样说 就是库存在减少了 但是销量了 还停滞在那里 就表示情况已经好转了 所以可能要看未来这一条线要往哪里走 所以老师等于是第二季跟第三季 这两季非常的关键 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们的景气到底有没有机会转向复苏 或者是比较好的状态 库存调整很慢很慢 所以库存调整应该会持续了 现在就要看销售量能不能增加很快 目前看起来销售量其实没有增加 你看整个从去年的第一季 一直下来 就是销售量一直在降 对 这个降就表示 你的整个这个产业 它其实在萎缩了 在摔退了 只是它伴随着库存 逐渐减少的最好的现象 所以老师如果到时候 我们Q2能够往这样走的话 就比较好吗 对 就是它只要反转回去 反转回去 往东北走就好 对 所以这等于是这边是销售量 我们销售量必须往这边走 然后库存是要往下降 对不对 对 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要看什么时候反转销售量增加 然后库存是往下降 对 所以往右边走就是这个制造业比较繁荣 对 而在这个时候它的库存增加 那是跟它伴随的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不错的 所以目前可以看是审慎乐观 可以这样说吗 目前应该说是一个观望期 可能变成是要看 例如说中国大陆或者是欧美的需求 主要是中国大陆 老师可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们能够这么看好吗 目前看起来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出口 都受到很大阻碍 尤其美国甚至欧洲 现在在西方有些人在炒作所谓的降依赖去风险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看 这两句话去依赖降风险就是一个违命题 工业生产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主要是世界经济的低迷 工业出口受止 国内需求不足 工业品的价格下降 部分工业行业生产低迷 企业经营困难较多 小微企业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中国大陆未来 可能在出口受阻碍的情况之下 它的进气要复苏可能比较难 比较难 可能速度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速 可能会比想象难很多 所以这样的话 回来看我们的出口的部分 可能真的就想象说 就不能这么乐观了 老师 这目前看起来 就是我们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跟六个月未来讲 其实都是不好的 而且感觉这个趋势 都还是往下走的 对 就是 像我们刚刚讲的 制造业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这个其实跟出口关系最密切 所以我们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不是像央行说的1.72 可能要再下修 我们在五十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